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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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起床吧,吃饭,做好饭了 哎呀,再睡一会 你吃了饭,他做不清几呢 行行行,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好,快起来啊 我说爸,你干什么呀 你啥子晚上都一直叫 我叫 饭都凉了,赶紧去吃饭吧 吃什么吃了,不吃了,不饿 赶紧吃了饭,还得去走天机呢 哎呀,知道知道 这说好了,今天去月月娘家呢 爸 你那个给我们拿点钱呗 拿钱 你们不是有钱吗 我们的钱,我们都存了死期了 那去我妈家 我总得买几枪东西吧 不能空着手去吧 那行 哎呀 别数了吧,你都拿过来吧 是啊,都拿过来吧 我留点钱 一会儿,你姐那两个孩子来了 我得发压岁钱啊 哎呀,发什么压岁钱呀 孩子那么小,他会花吗 你把钱给他们,也得到我姐手里 还不如给我们呢 你看你这孩子说的 那我作为一个老累 我不发压岁钱 合适吗 爸,你就给这几百块钱 够买什么的呀 是啊,这去月月娘家 就拿五百块钱的礼物 这,这不给咱们家丢人吗 是啊,爸 这给我爸买香酒的钱都不够 哎呀,这些钱 你都给我们 你都来玩家 就是 你难道就这么多钱呀 师父,这过年 买东买西的 你说花了多少钱 不都是我花的钱吗 我哪还能有钱 你看你这话说的 作为一家之主 这些东西你不买 你还想让谁买呀 哎,行了,师父 别说了 一千就一千吧 哎,行了 那要不,咱们先去吃饭吧 走吧 唱吧 好,来了 老爷,新年好 新年好,新年好 新年好,快进来 好,快进来 来来来 小美,大帅呢 哦,大帅啊 他家里有事儿,两个女儿 哦,石头 你姐过来了 快过来 啊 啊 啊 姐 你来了 啊 姐 怎么了 啊,你陪姐收好了 啊,行 姐 姐,姐为什么没来啊 咱们有事儿 快不来 哎,不是 怎么啊,什么事儿啊 师父 啊 你姐来了 你,借我二百块钱行吗 什么 借你二百块钱 我得发压最佳 不是,我现在把钱拿给你了 这等一会儿 我陪月月去她娘家 这买礼物的时候钱不够 我怎么办呀 要不你今天别去了 明天我给你借点钱行吗 这都说好的事情 怎么能不去呢 就算我同意 月月也不同意啊 你说说你也真是的 现在身上二百块钱都拿不出来啊 师父 我本想着这一千块钱 够发压最佳吧 没想到你们两个过去要走了 你也真是的 心里啊,只想着我姐 也不替我们想一想 你知道我们今天去走亲戚呢 你不提前多准备一点 师父 你们两个口子都挣了钱呢 我也没想到啊 你要早说 我早准备这儿 哎呀,这月月不是说了吗 这钱呀都存死心啊 这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呀 反正不管怎么说 这钱既然到我这了 我是不会给你的 要不少买点东西行吗 少买了什么呀 就这月月还嫌少呢 哎 你师父 你现在让我上马弄去 我不发压最佳不合适吧 也没什么不合适的 这平常你也没收给他们 我觉得谁忙呢 别再说了 琪琪都长大了 是啊你看 这孩子多好呀 琪琪 给老爷和舅舅 说新年好 老爷舅舅新年好 新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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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红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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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爸 怎么回事啊 知道我姐来怎么没孩子 你怎么给你做个红包呀 不要了 不要了 我做你了 我哪去了 不要姐 爸我们不要了 你看爸现在呀 今生年级大了 这脑子呀都糊涂了 这装好的红包 放哪儿了呀 行了行了 姐来 你带着孩子呀 你们坐坐 爸 要不这样吧 石头 你你给你给那外甥 拿着红包行吧 你这当舅舅的也应该的 啊 是是是 啊 哎呀 爸 你看这 真不巧 这我这身上 这我这身上也没带钱 那个月月 你你呢 我都是哪有钱啊 哎呀 这现在谁还带现金啊 钱都在手机里呢 姐 说句实话呀 这我也是刚知道你今天要过来 这也没有准备 你别往心里去 没事没事 不要紧的 那就好 你们在这说话 我去做派 那行吧 你去忙吧 哎 那个姐 呀 真不巧 这我跟月月他们那边已经说好了 今天啊 又去他娘家去 啊 要去娘家呀 没事 你们去吧 那姐 今天我们就不在家陪你们吃饭了 改天再陪你们 行 行 那个 姐 这是你给咱爸买的酒呀 是啊 哎 你不知道 这最近啊 咱爸的身体不好 这前两天啊 我带他去医院检查了 医生说了 不能喝太多的酒 这样吧 对 那个月月这酒呀 给你爸拿着 放在家里啊 我爸又来喝 是啊姐 咱爸现在身体不好 不能喝酒 我看这是什么 哎呦 这还巧克力饼盆 哎呀 这些东西啊 咱爸都吃不着 也不能吃 这样吧 我们呀都拿着去他娘家 这样也整好也能少买两家 我娘家孩子多 这孩子都喜欢吃 走吧月月 石头 站住 怎么了 我有话跟你说 什么话 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呀 这着急走亲戚呢 这走亲戚的事呀 先等一等 你们两个去那边玩吧 怎么了姐 什么事呀 那么着急 石头 也不是我说你 你说说你都多大的人了 平时不给爸买东西也就算了 今天我拿这点东西来 你还想着把东西都拿到他娘家去 姐 这些啊 爸都吃不着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咱爸的身体好呀 就是啊 你们这样做 还有脸说是为了爸的身体好 你们平时的所作所为 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 是我们做什么了呀 就是啊姐 这大过年了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 我们平时不把爸照顾的挺好的嘛 你们照顾爸 你们是怎么照顾的呀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这刚才呀 我都觉得爸有点不对劲了 这每年过年的时候 爸哪一次没给小孩发压岁钱呀 为什么今年没给 这 这刚才爸不是说了吗 他准备的红包找不到了 他找不到了 这是理由吗 这家里又没来外人 他的钱能去哪儿 他如果真准备好是找不到了 那他怎么不去找呀 我看这个钱是进你们两个的口袋了吧 我说姐你别学狗喷人呀 我学狗喷人 你们两个做的事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清楚什么呀清楚 你把话给我们说清楚呀 就是 好啦好啦 大灌篮的 超谁啊呢 小妹 这不怪她 是我 我妹准备那么多 忘了她妹走进你的家了 这事都怪我 我妹给她准备去她爸家买礼物的钱 我爸给孩子 发红包的钱给她妹呢 爸 都到现在了 你还在维护他们呢 这石头 都多大的人了 这些钱 应该他自己准备 这你们两个 都有工作 都挣着钱呢 现在 走星期买礼物的钱 还叫爸说 你们的钱呢 这平时逢年过节 你们不给爸买东西也就算了 现在我拿过来的东西 你们还要都拿走 这爸那是人事吗 怎么不是人事了 不就拿几箱东西吗 有什么呀 你闭嘴 这个家没你说话的份 石头 你说说你 你办的 这是人事吗 这爸一个人含辛茹苦 把我们两个拉扯大 太容易吗 这咱妈走得走 我们小时候 咱爸既当爹 又当妈 他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罪 难道你不知道吗 这咱爸为了让你结婚 给你买房子 他欠了多少钱 你知道吗 你也看看爸 平时为了你 不舍得吃 不舍得穿的 这过年 也没有买一件新衣服 你们不懂得心疼爸 可是我心疼呀 我平时 偷偷的给爸一些钱 这事呀 被你姐夫知道了 他就成天跟我生气 这过年 让他上这儿来 他都不来 小梅 原来大帅不来 是因为战事 这怪爸 爸 你别难过了 爸 不敢管你的钱 这不能怪你 爸 你别哭了 这事啊 谁都不怪 怪我们 是我们 太不懂事了 是啊 爸 对不起 是我们两个 太自私了 你看 这我姐 她为了咱们家 付出了多少呀 就 因为我的自私 让我姐家的日子 过得也不好 爸 姐 你们放心吧 以后我再也不会那样了 是啊 爸 是我们不好 只为了自己 没有考虑到您的感受 爸 姐 你们两个 就原谅我们吧 这今天 我们两个 哪都不去 就陪在家里 和你 和我姐 咱们一起 吃一顿团圆饭 对 好 好 那真是太好了 赶紧 叫琪琪跟星星过来 你这个当舅舅的 怎么能不发压岁钱呢 是是是 你说的对 琪琪 琪琪 来 压岁钱